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包括职业移民类别的用filing date来提交485的 所以比如说filing date对EB1类别是2017年10月1号 那么如果你申请的优先日期 你的EB1R140申请在此前提交 那么你就有机会提交S85完成绿卡申请的最后阶段 但是呢移民局最近说 有可能从2019年2月开始就改用这个final action date 所以呢那我后面会看到final action date 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对申请人来说 那么另一方面呢 当然这两个日期内也逐渐的比较接近了 那具体的呢 对于2019年2月 这个final action date 对于职业移民第一优先EB1类别呢 是2017年的2月8号 2017年2月到2019年2月有两年时间 换句话说呢总提交140可能过后要两年才能交485 对于EB2的类别 第二优先包括有雇主支持的PURL和个人申请的NIW 这个final action date呢是2015年的10月1号 和前面EB1的呢差一年多的时间 对于EB3职业移民类别呢 final action date是2015年的7月1号 所以如果申请人通过EB1类别来申请绿卡 从你开始准备到拿到绿卡 现在看起来至少要两年半 可能要三年的时间 如果通过EB2来申请 来从开始准备到拿到绿卡呢 大概要四年多的时间 二者相差一年半左右 但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是一个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 学者 工程师 医生 等等 像这样 有可能符合EB1类别 也符合EB2 NIW类别 那么你看到这两个类别排期只相差一年半左右 可是从另一方面 如果说我目前符合NiW不符合EB1 那么过了一年半呢 我也不见得就能符合EB1的要求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发表文章积累以用等等 这个不是完全由个人能够控制 有的时候这个实验做得顺利 有时候不顺利 这个科研都受到更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影响 那么像我们此前讲到的 对于申请人来说呢 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是如果你目前符合NiW的要求 可以考虑先申请NiW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 如果你符合了EB1的要求 那么你可以再交EB1 两个都批准了呢 综合的效果和你一开始就交EB1 得到批准是一样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交EB1呢 很简单 你有可能目前并不符合EB1的要求 一开始就交呢 申请可能会被拒 如果我过一两年还不符合EB1要求呢 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如果不符合要求 你一直拖着等待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申请早交呢 你在绿卡排期里面就有早的位置 可以参加我们其他的视频 了解更多 关于排期的解释 关于怎样确定申请的优先日期等等 那么上面是绿卡的最新排期情况 那么申请的形式是怎么样呢 根据美国国团全部的信息 稍微早一点 是2017财政年度 但现在应该差不多 对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来说呢 一共有七万一千多人拿到绿卡 这个数字呢 每年相对来说保持稳定 七八万人 2015年呢 是七万四千多人 2016年呢 是八万一千多人 那么相应的减少呢 很多情况是因为 政治庇护的人数减少 因为政治庇护呢 不占名额 那么政治庇护减少了呢 那么剩下的更多是需要占名额的申请人 这里面呢 有两万七千多人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尤其是配偶和父母 如果申请人有配偶 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的 是美国公民 那么一般来说呢 可以较快地拿到绿卡 而且限制比较少 那么还有呢 美国公民的父母 这里呢 需要是21岁以上的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 如果到美国来生一个小孩子 是不是就能拿到绿卡呢 将来有可能 也许20年以后 当然另外还有其他一些 但主要呢 是美国公民直系亲属里面的配偶和父母 这个类别 另外还有未成年子女 这个相对手一许 还有呢 一万五千多人 从中国大陆出生 拿到绿卡的 是其他的亲属里面 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有一个人已经有绿卡了 我和他结婚 那么这个申请呢 需要排期 需要有名额限制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这个呢 中国等待绿卡的人 一大半都是这样的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还有美国公民的成年子女 绿卡持有人的成年子女 等等相对系 除此以外呢 还有八千多人 是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的绿卡 这个数字已经比以前少了很多 高峰的时候呢 曾经有两万多人 后来有一万多 大家知道呢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 看到政治庇护呢 可能越来越难批准 除此以外呢 还有将近两万人 一万九千多 是职业移民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 但是呢 还包括有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就占了将近一万 剩下的呢 EB1 EB2 EB3 那边 共是一万多 投资移民呢 大家知道 全球的总名额 只有一万人 所以呢 过去 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呢 因为申请人太多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插队等等因素吧 根据美国政府的 正式的估计 如果现在办投资一年 可能要15年以上 才能够批准 才能拿到绿卡 拿到的还是条件绿卡 那么 如果已经在排队呢 比如说 我申请已经交了 已经批准了 那要看你申请是什么时候交的 有可能也要等10年左右 对于EB1 EB2等等类别的呢 现在也有一个排期 具体的呢 可以参加我们其他的视频 但是呢 相对来说 排期时间还不长 有的人会说 申请人越来越多 会不会以后中国排期 像印度一样 也要很多年呢 这个我们以前 已经解释过了 不能仅仅看自己的 推测 估计 猜想 要看数字的根据 从印度来的人呢 申请工作签证 尤其是H1B 很成功 印度的H1B的数量呢 是中国的8倍到10倍 那L签证的数量 也是中国的5倍左右 这一点呢 占了很多的优势 但是从另一方面呢 因为绿卡申请 对每个国家的名额是一样的 所以呢 相应的印度人呢 这个绿卡申请的排期就很长 而来自中国的呢 依据我们估计 可以预见的将来呢 这个时间 不会特别长 大家对于绿卡申请嘛 无非呢 就是说一般常见的一些问题 一个是背景知识 另外呢 目前绿卡申请形式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 我们在这里做了介绍 其他支批也有 还有呢 就是申请人经常有的问题 说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 来申请绿卡啊 有多少把握啊 我多久能拿到绿卡啊 有多少费用啊 我的家人是否和我一起 能拿到绿卡啊 那么我申请需要什么材料 怎样准备 怎样开始啊 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这个申请过程中 有哪些关键问题啊 然后在拿到绿卡以前 我可以用什么签证 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啊 像这些呢 在我们的网站 文章 微信公众号 YouTube的其他视频里面呢 都有这样的讲解 大家可以参考 如果有的问题 我们没有cover到的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相应的 补充更多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视频的题目是 2019年2月 绿卡排期和申请刑事 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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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